记者翁玉黄新北报道,苏真昌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维军今天说,新北市升格改制直辖市后,预算金额就是苏真昌担任县长时期的两倍,这个数字不但预算书可查,监察院审计不可查,多家新闻媒体也都报道过,但诸是否故弄玄虚,刻意只拿2010年与2011年的预算来比较。 黄维军说,朱世傅刻意扭曲数据的目的,就是意图掩饰朱立伦侯友谊团队过去七年半,建设效率低落至理无能的忌口。 黄维军说,新北市改制直辖市后,预算是县府17两倍,类似的说法不但台北县前副县长蔡家福说过,前县长周西伟从当年争取升格,到这次参与国民党初选,也都在三提及。 并以此批评诸侯团队前变多了,却作不出事来。 行政院严考会于2011年所编印的研究报告,也提及台北县预算规模将从省辖县时代,750亿元增加到1400亿元。 黄维军说,这些数据,发言都是公开资讯,可供各界检验,至于朱世伏屡次提到升格前预算1400亿元,以及升格后预算1500亿元等数字。 黄维军批,新北市府雇用玄虚呼隆社会,刻意指南2010年与2011年的预算来比较。